Hello, 我是Ivan 想說一說RAM Mac的 這個 WordPress很出名的SEO Plugin 它最近 多了一個功能 叫做FAQ Schema FAQ Schema 其實就有點像現在 你看到畫面這幅圖 就是當你去過搜尋引擎 搜尋的時候 它除了出 網站名字 以及一些描述之外 有時候 會出一個常見問題的 功能 叫做FAQ Schema 這個 Schema的好處 首先 Google會加你分 多些機會會出 第二就是 它佔據的空間很多 就是說 對手會有更大的曝光率 但是當然 你用得這個FAQ Schema 有機會 就會墮入 這個 叫做Zero Click 的一個 陷阱 或者是一個機會 也好 就是用戶在這裡 已經獲取了 那個答案 它就未必需要再按進去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既然 有這個功能 那你如果可以在答案那裡 詳盡一些 或者放一些連結 仍然可以把流量帶回給你 那怎樣去使用呢 那譬如 這個就是我的一個 Wordpress 的Post 我可以 好像平時那樣 在用Gutenberg 加Gutenberg 裡面的一個元素 當成一個元素 這樣 它會多了一個範疇 現在這裡 一個Sections 就是叫做 Rank Rank 可以選擇 FAQ 這樣 那我選完之後 它就會多了一個 Sections 出來 那我可以做FAQ 那我 剛才都加了 加了之後 就會 在那個後台系統 會這樣的 問題答案 問題答案 那如果在前面 又會是怎樣呢 那在前面 都是這篇 同一篇文章 在前面 你會見到 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問題答案 問題答案 就是不會見到 有特別 在那個 Presentation 界面上的不同 但是在搜尋引擎 來講 當有人搜尋的時候 就會多了一個機會率 將那條題目 顯示出來 就好像這個畫面一樣 那這次的分享到這裡了 有問題就順便問 我亦都有個Facebook 和YouTube Channel 有興趣都可以議定一下 那我們遲些再見 呢